对于摩托车这个消费 我们现在有170个城市都有禁线模 有大量的消费者 由于禁线模买不了摩托车 也用不了摩托车 而且即便买了13年就强制报废 摩托车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取消 13年的强制报废 所以应该怎么办 应该尽快的取消这些摩托车消费的 各种各样的限制 那么我看过一些非常仔细的一些研究 摩托车这个产业 虽然它自己的产值不算高 但是它现在能拉动的 我们整个社会的消费是1万亿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潜在的市场